接着来看长城镇和丁宁的第六局 丁宁啊这个运动员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在比赛场上他始终能够能够有那股韧劲 这点很不容易 长城镇呢这个运动员他也是具备实力 但是呢就是整个在场上显得 就是胆子小了一点 他就是显得比较内敛的一种 对他这个是性格所致 不像这个丁宁呢他平常就是比较这个外露的外露型 但是我想像陈镇这样呢 他通过很多的这种公开的对外的比赛 就是多提供这样的平台让他来打 他会逐渐的锻炼自己的胆量 中国平常球女队呢在这次选拔之后 还将在四月初再进行 再继续进行这个直通莫斯科的选拔赛 因为以前这样的比赛大家也知道都在队内打 那么现在放到一个公开比赛 有企业的支持市场化的运作 包括很多企业都对这个乒乓球的比赛非常热衷 有了企业的支持 那么比赛呢就会更多 好的还是中远台 非常漂亮 侧拉 继续拉 侧身 拉住反手 丁宁继续扣 打高球 常晨晨在放 继续挑高 还是打住反手 丁宁还没有发出力 发力 非常的精彩 对 打累了 打累了 气喘不过来了 这时候啊 其实就是一口气 憋住一口气 看谁能顶到最后 对 但是这个时候 常晨晨也确实有点累了 差点要暂停 2比4线长城落后 刚才我们特别说到 就是有更多的这个比赛的机会给运动员 那么我们业余的比赛 其实也在如何如图的进行 很多的领导之间的比赛 也是打的非常多 那么我看到这个全民健身这一块啊 也是一个亮点 所以我们乒乓球的确在全国 普及率非常高 包括一个乒乓球 你如果是在这 好比举办一个这个比赛 非常久 你包括天津 说起来是这个 中国乒乓球福地 95年的这个 天津时评赛 对 时评赛 当时就是说 中国队在这取得很好成绩 所以也是马上掀起一股乒乓热 那么同样在滨海新区 你唐姑这 也是因为很多喜欢这个乒乓球的这个观众啊 很多球迷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比赛 暂停之后 长城发球 2比4落后 好球 对 他现在就想明白了 就说还是要发力 想先上手 发力反手 因为你正手的话 两人这个退台以后 他是没有优势 倒 Там 爬 爬 爾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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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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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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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前段时间啊 也进行了很多这个业余领导的比赛 你像在国球冠军俱乐部北京 也进行了这个国家16个部委的这种乒乓球比赛 效果也特别好 10比5 现在 丁宁拿到了赛点了 丁宁拿到了赛点了 对 连着三分那个丢的太快 关键是第五局 对 第五局 第五局他的战术啊 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通过这个场比赛 就像刚才讲的 就是说他肯定会积累很多的这个经验 因为是个极大锻炼 像这种比赛 丁宁刚才是发球出现失误 7比10 非常漂亮 好 长城前面他并不发力啊 稍微这个有点这个 稀一下啊 然后再抓了机会 8比10啊 还是有机会 长城正因为现在发球 应该会加强一些发球之后的正手抢拉抢攻 抢拉 哦 这就是一个运气 今天 对 真是 今天就是说 丁宁就是说 呃 他的这个擦网擦边的少 但是关键是来了一个 啊 11比8 小将 丁宁呢 这样就进入到了决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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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